民众手机拍下马路变成湍急的河道 好几辆汽车被洪水推挤在一起 还有大型垃圾桶整个被冲走 这里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东南方的阿尔干达德尔雷镇 26号暴风雨来袭带来大雨酿成淹水灾情 同样也在阿尔干达德尔雷镇 另一头家家户户门口却全都是冰块 这场暴风雨吓得民众措手不及 也造成交通大打劫 马德里周边四条公路一度封闭 地铁有多条路线 因为淹水持续关闭到27号 当地政府表示26号接获上千通求救电话 索性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大爱新闻黄金艇变异